国立联合大学环湖步道 经过校友们募款重新规划 变身为文学步道 挑选了苗栗县内38位的作家 集结现代文学小说 新式以及儿童文学等节路文段 让民众边散步 边来感受文学的氛围 成为了地方的新景点 国立联合大学大学湖周边的步道 变身文学步道 让理工为主的校园多了浪漫 我们过来八甲校区以后 那整个大学湖这边的景观 有不一样的一个风貌 我们觉得应该把它加强 注入文学的这个元素 所以今年刚好是我们联合大学 五十周年 所以我们校友就乐见 我们就借由校友的监管 我们建制了这个文学步道 优雅自聚增添湖景美丽氛围 文学步道汇集整理苗栗县 38位作家作品 包含现代文学小说 新诗 儿童文学 报导文学等 特别采用空眠版 就是希望民众阅读时 不忘欣赏湖景 这里的这个樱花树林 还有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 这个植物的种类 那加上文学的作品的一个摆设 另外配合这边的茶园 还有鲁冰花 这个就变成了苗栗地区的一个新的地标 跟新的照景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这里照 是 我们欢迎大家来这边赏花 然后这个澄庆在这个文学的气温当中 随着季节更替周边的植栽 逐渐茂盛 绽放 校方也欢迎民众前来 感受大学的校园风情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